大家好,我是IC 我是KT 你现在收听的是ICKT 矽谷为什么 哈喽,大家好,我是KT 大家好,我是IC 欢迎收听矽谷为什么 大家好,那我们今天这集节目呢 我很开心的邀请我的老同学 那应该创下我这个来宾以来 认识我最久的一个记录 之前可能是Jerry 还有我的学弟Karson 那今天的来宾是黄世佳 Jack Huang 他是台大公管系毕业 北欧初创的创办人 并且创立了Dream Hub 那目前也担任雷宇资本的合伙人 他从事这个早期投资 以及跨国商务发展 跟所谓的Venture Building 商务孵化已经很多年了 那协助海外的新创公司 进入大中华市场 他早年在挪威 是OPRA Software的第一个亚洲员工 那将OPRA带进了 中国、日本、韩国市场 与Google、CNET、Amazon等 国际公司达成合作 他也多次参与创业 做过社群服装的品牌 投资过多个社交的电商 并且协助公司 进行互联网加的策略 那他也曾经担任过 像Airworth、公文院、YF 等很多的这个 浮化气或加速器 或平台的这个 新创公司的创业导师 那我们欢迎Jack、黄芝佳 哈喽大家好 嗨,Jack你好 嗨,Kating 嗨,I see 对,那Jack跟我是认识非常久的 从高中同学到现在 就是我们对于彼此的创业 还有投资的 很多经验都常常会分享 不过我想很多听众 对于北欧橱窗 可能有些不同年纪的人 有些观察 或者是甚至采购 或是在实体空间有过浏览 但是我想还是请Jack 待会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所以Jack你从求学和创业 到投资的经验 他横跨了台湾、北欧 跟中国甚至到美国 那我们要不要先从你台湾的 求学到北欧的工作经验 和创业开始聊聊 怎么样的契机 让你想到北欧去工作 然后创立了北欧图创呢 对我在台湾最后大学 最后几年的时候 其实蛮痛苦的 因为那时候赶上互联网的 1.0的时代 我们班上很多同学 都开始玩网路 我那时候其实蠢蠢欲动 96、97年的时候 97对 所以我97的时候 去了一趟Stanford 这是我跟Sig 有一次初次接触 当时是一个文化学习的交流 那97年蛮有趣的 97年刚好是 那个Steve Jobs回归 然后又是这个香港回归 所以我在Stanford 就交了一份 关于香港回归 美国应该扮演的角色 的这个报告 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 写这么一个 比较宏观的题目 好像为日后的这个生涯发展 好像埋下一点种子 所以在美国感受到了 这种创新的气氛 那所以我到 回到台湾大师的时候 我就决定说 我应该要出去看一看 所以当时就透过这个 一个叫国际商馆 学生会 ISAC 就找了这么一个计划 刚好去match到挪威 所以就展开了一个 不一样的人生 到了Opera Software 这个做浏览器的公司 那在挪威 Opera有什么样 那有趣的经验了 我知道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对 这个我以前也没有去过北欧 就刚去公司第三天就碰到 那个反微软大游行 公司就一半的人 一半的人就 就办公室都没有人 然后CEO自己也带头下去 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 很大的 为什么要反微软 这好问题 就是奥斯路他们 这个每年的盛会 因为你知道 在挪威你读资讯系 是一定要学Linux 然后这个Microsoft 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美国霸权 所以整个北欧 有这么一个气氛 所以当时 对我们这种习惯 这种wind tail生态系的人来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culture shock 所以等于说从Opera的这个 后来我们是要跟IE 跟Nescape竞争 所以就看到了 北欧公司 怎么样在一个遥远的地方 然后有一群很 想法很特别的人 如何做gross hacking 如何去打这个仗 那我蛮幸运 因为我参加这个BD team 所以我就是 等于是帮Opera 去推展到很多的国家 我最早第一个负责是德国 我就用我憋脚的德文 去跟这些杂志谈 然后慢慢慢慢 公司让我就更回到亚洲 那个你在德国 不太讲英文的 而且你会讲德文 很厉害 德国人很appreciate 我努力的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后来觉得 我后来觉得学语言 真的是一个 就是说你不用进到核心圈 你只要让他觉得 哇我appreciate你的文化 其实关系就拉近 这是我北欧后来 后来的一个体会 所以这个 等于在Opera当中 一方面接触互联网 另外一方面感受了 这个公司的 这个创业公司的一种精神 因为当时才60个人 但有18个国家 所以我就看到了一个 很独特在遥远 用软体跟美国巨头竞争的 这样的一个故事 就每天在我身边上演 所以也埋下了我后来 很想参与创业的一个种子 但实际上真正要做 北欧除创这件事情 还是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因为我的老板 因为你知道挪威 大概5点钟就下班了 那下班之后没什么事情 那我老板是美国人 美国人 然后他就是自己有一个副业 他卖那个挪威的毛衣 给美国 挪威毛衣比较厚 但是他后来忙起来 就没空打理 刚好我很想弄EC 我就说我帮你弄 要巴结老板 然后卖卖卖卖 就发现生意还不错 他只是转单的生意 他就是接了单以后 然后就转给挪威毛衣厂 直接帮他出货 后来 我后来觉得挪威毛衣生意不错 我就去认识说 那谁是市场No.1 我就去认识了挪威最大的毛衣品牌 刚好他的二代 是Visa的副总裁 挪威Visa副总裁 但他们是家族企业 然后我有一次去他们家 他们家离奥斯路大概两个小时 然后开了车 他用一台BMW740 我还记得载我 去他们家 然后一个三层楼的cabin 然后上午就是十点半 check一下email 然后他的直子 弄一下货 然后就没事了 十一点就没事了 然后就开始吃饭聊天 然后下午就去滑雪 滑到大概三点半的时候 回到cabin 然后UPS来收货 然后他们的工作就完成 然后我问他说 你这样做多少钱 他说一个月 尽力 尽力大概80万台币 就是net profit 然后我心里想 哇这个太过瘾了 如果我能够在宜兰 卖个什么东西 然后去东山河游泳 然后回来出货 然后出货到美国 我那时候就萌生说 我一定要搞这个电子商务 所以因为这样子 反正就后来就决定做北欧橱窗 那北欧橱窗开始的故事 就是到台湾开始 嫁网站嘛 然后怎么怎么 我觉得也经过一段历程 不过你要不要浓缩一下 就是很快告诉大家 你在北欧橱窗的这几年 你看到什么样的风景 在台湾的EC的 算1.0吧 1.0差不多 对最早情怀一面 就是我很享受北欧的生活 因为那个地方真的什么东西都美 物美人美天气美什么都美 所以一想到要离开北欧 这些美东西就不见了 就是蛮痛苦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就来做代理 就这些很好的设计品 把它集合在一起 让大家不用去到这么远的北欧 也能够买到北欧的东西 透过电子商务 所以这个是最原始的想法 那我在谈代理的时候 当然出现蛮多的困难 因为我是一个没有基础的人 不像有的人已经有这个店 有贸易公司 我是完全从零开始 所以我是利用我跟北欧的这种连结 因为会学了一点挪威话 就有一点连结之后 我就开始跟他们谈 那蛮幸运的是 我遇到几个当时在丹麦 非常有创新精神的公司 他们也想用一些不同的方式 来销售这种所谓的生活用品 其实说穿的就是 杯杯盘盘这些东西 那我记得第一家公司叫Rosendale 他们也是二代 然后都是丹麦商学院毕业 他们的这个业务总裁 是从丹麦UPS挖过来的 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个特别的模式 就是所谓他没有总代理 就是让透过UPS的系统 直接把小量的货送到欧洲各个小城市 比如说你是西班牙的一个度假村 那你只要订六个酒杯加八个盘子 他也用UPS把你送 所以那个在2001年的时候 02年的时候就用这种模式整个崛起 所以我在做北欧橱窗这些 看似代理的生意 其实它背后都是一些新模式的酝酿 所以蛮幸运 那很多我在亚洲是第一个 我就跟着日本的脚步 因为日本其实生意做得蛮好的 北欧这边 我就代理这些新形态的 所谓的lifestyle design 生活设计品 那就这样子展开了 以前这些创业同学 包括像什么优势网 webserve 我们同学后来都在做网络创业 跟他们请教 然后就设立了网站 就这样开始用电子报 当时我们的电子报 据说是广告圈的精神实量 因为它就像一个设计杂志一样 每一个月介绍这些设计商品 所以很快我们那个能启动就完成 很快累计一万个客户 然后我们就进入一个正循环 那后来随着这个 生意慢慢起来之后 我就开始代理更多的产品 那这些产品当中 也有蛮多是北欧的新创公司 包括这个做MP3的瑞典公司 还有好几个都是有创业精神的人 所以我其实一方面 做台湾的代理生意 但一方面我就持续的在观察 北欧这些新创 它如何做国际拓展 就萌生了我后来 这个Dream Hub这个想法 就是如何以一个小地方 透过一个好的思考 来做国际的生意 整个背景大概是这样 就从代理走到 就是创业 然后代理 然后走到变创投资 天使投资这样子 我觉得真的很厉害 所以你觉得说在你跨海经营的这段时间 你一方面 你又要保持你在北欧的这个敏锐度 然后一方面也要维持台湾的公司盈域 然后是什么时间开始 你让北欧出创 然后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呢 对这中间讲的云淡风轻了 当然创业过程的也不是一帆风顺 那我今天还蛮感动 因为北欧出创今年20年了 然后还在 而且这个生意还没掉 这个表示体质还不错 我当时在台湾的这个代理 其实是做的跟北欧的连结算是很深的 因为每年飞嘛 飞也不一定飞北欧 有时候可能去德国 有时候去别的地方参加代理商大会 所以我就补充一下 刚才说到说北欧这些品牌 其实跟他们近距离学了这些品牌 如何做这种国际化 如果他同样的东西 他又要卖给西班牙人 又要卖给日本人 所以怎么去协调这些市场不同的需求 所以我看他们的这个Borshore 看他们的办经销商大会的方式 平常怎么开发产品 其实得到非常多的insight 所以虽然台湾是一个很简单的生意 我们后来还开店 包括这个社会跟网路 很早就去做这种类似O2O的事情 但是我一直心里面感受到的是 其实好像商业的形态有在改变 包括我们以前所熟悉的这种 各个国家壁垒的代理 他好像现在慢慢被打破 所以我中间就是因为公司都想扩大 所以后来就有个机会 想说能不能带到中国去 那我跟中国的渊源比较早 就是在Opera的时候 当时我带了CEO去北京上海深圳 去转了一圈 很早期的时候 2001年 对1.0的时代 那时候大家也想推Linux 所以我那时候Opera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然后周鸿毅就是 当时他设一个叫3721的公司 后来卖给雅虎 周鸿毅后来做360非常成功 周鸿毅当时就是非常挺我们 他是帮我们付所有的钱 酒店的钱没付了 付了这些PR的钱 这些记者会的钱 帮我们带路 所以当时有过一次接触 所以我后来就想说 中国是不是可以接受这些 比较好的生活设计的商品 所以就带着家人 跟我就一起过去北京 然后那段时间 我们那时候因为很多仿冒的 大家都抄我们的文案 在淘宝什么上面 到处都是 所以我觉得北欧看起来有点热度 所以我们把他们全部都检举下架了 当时好几个人跟我说 我在中国很红 因为大家都抄你的 当时他必须处理 你检举他必须处理 所以他们都下架 但他们下架我生意没上来 那个很痛苦 就怎么推都推不动 当然后来事后想是因为市场 根本没有ready 就是这一盘池子太大了 我在台湾的路线是说把北欧整个热带起来 我自己还写书嘛 然后变成那个大人 但你碰到一个大市场之后 就他没有那个条件 然后再加上仿冒啊什么这些很多 所以就是有生意 但是打不到我要的那个成果 所以其实在10年的时候 进入一个很迷茫的时期 就台湾生意还在稳定的发展 但是中国这个路又没打起来 但我已经想在那里发展 所以因为这样子就接触了天使投资 就展开了下一个 下一个这个路线 哇 所以其实接得很顺的 从创业然后直接到天使投资 而且其实你在天使投资上面 其实你已经看到很多 北欧这边的新创 那你觉得说在对接这些新创 然后到中国市场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的障碍 或者说你觉得刚好是天使对地人和 对 刚刚可能还没讲完 我就现在讲了都很开心 其实过程很痛 因为你知道公司 我一所创立的公司在台湾 但我人在北京 所以其实后来发生很多问题 包括管理什么这些 我们还聘了一个CEO 结果搞得乱七八糟 我常常形容说有点像洗头 帮你涂了洗髮精以后 然后戳两下 结果人不见 然后你就一个人呆坐在那个 那个理髮店里面 我因为这样子回去救火了好几次 就 所以一方面在北京很迷茫 那台湾的运营又出现一点问题 所以我那时候就痛定思痛在思考说 我到底本来要做的是什么 那我那时候公司其实就已经叫Dream Pop 我成立的这个品牌 Dream Pop本来就是一个想让梦想集合在这里 能够去创业这样的一个平台 只是说做了北欧初创之后 就卡在这上面了 然后 第一个孵化的东西变成了主品牌 对对对 所以我经常在劝这些创业者 就是你要做什么 要想清楚 不要说 好像你养了一只小老虎 小老虎你骑上去 要跑也跑不快 但你又下不来 因为下来 我那时候就想说 哇我北欧初创有八万个会员 然后生意还可以 又上了很多媒体自以为是 觉得还不错 就今天我是要怎么收这个厂 我怎么把它关掉呢 就我想了很多办法 想不出来 我甚至还想说 应该要去生病一下 我真的去找医生 想开一个忧郁症的什么药之类的 就那时候很困惑 那还好 你那时候没有想说 focus在台湾这一块 可是你又已经create 中国这个兴趣对吗 因为台湾市场真的很有限 我们做这种代理市场 然后我本来也想到 自己开发产品外销 后来发现做channel的人 做channel的人同时做产品 很难 所以我后来遇到所有人 我都说你如果想先做channel 再做产品 放弃这条路 因为你channel channel就把你忙死了 所以这个坦白说 北欧厨商出售 虽然业界看起来是一个 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exit 那事实上经历了蛮多这种 内心的转折的过程 当然蛮幸运的 后来中泰建设刚好也在发展生活风格的提案 所以蛮幸运能够跟他们谈到这个并购 那只是说我在这中间因为一直很拉扯 所以就在想说 到底如果要再创一个业要创什么 很怕又犯一样的错误 所以因为在北京这个接触天使投资以后 我就发现这个是一个好的路线 所以刚好12年 Beltran exit 另外我那个代理的手表生意 Skagan 也因为他丹麦公司卖给美国的Fossil 所以我这边也等于顺势的卖给香港的Fossil 所以在12年的时候把这些创业的部分 都都有个好的交代之后我就开始思考 那应该往天使投资还是往什么方向去走 所以就人又在中国 所以就进入下一个阶段 那你刚才可以提到那个北欧很多新创 我本来也是觉得北欧这些公司很好啊 就不止我代理的公司 其实有很多公司这个做得很成功 所以我当时第一个想法是说 我能不能够变成北欧跟这个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代理人 所以我在12年的时候跟几个合伙人一起去做了一场这个瑞典的新创之旅 我们总共花了大概10天的时间吧 去拜访了VC拜访了新创公司 然后因为那个要访谈嘛 我前几天刚好把当时的这个规划 又去拜访公司的名单又看了一遍 我后来发现哇这些名单都好精彩 我们那时候列了 好惊人 对列了什么Clarna Izato 什么Shopify 然后 Spotify 那个Spotify 不是Shopify 就是做音乐的 然后还有那个Mojan Mojan就是后来做这个Minecraft的公司 还有一家叫Sint 做问卷调查的公司 后来也是被并购 我们当时就去拜访这些在瑞典比较好的新创 想说带到中国来 然后 后来我们选择了几家公司 一家叫Dragonbox 它是做这个数学教育的APP的 是一个挪威的公司 还有一个就是Sint Sint是做这个跨国 有点像这个Survey Cake这样的公司 但是它是自动化的 我都觉得这个公司很酷 所以就想带进来做合资 但是run了九个月 就发现水土不服 这些欧洲新创要进中国太困难了 我们做了很多的GAV的讨论 还跟DCM做很多的探讨 后来李开复后来讲了一句话 某一次访谈 他说这个创新经济呢 95%是在中国跟美国 那5%是其他的地方 那为什么你要做那5% 我一定心就凉了一半 我想说哇 这个所以欧洲新创看起来 尤其又要进中国 这个双重barrier 因为它本身muscle就不够 然后中国又有文化水土不服的问题 所以就一段时间之后 我就放弃这条路了 那当然这个新进转折是很痛苦的 就是好像我最喜欢的这些TMT 相关的领域 欧洲这里没有办法 形成一个好的 好的一个campus 对就是你要做这个事情 还是要做中国或美国 所以我大概在1314年 就铁了心说 那我就来好好做 切入天使投资这个领域 然后后来加入了 这个广州雷宇资本 雷宇在广州 大概也投了50几个项目 算是这边的一个 一个中型的一个天使基金 也算销有名气 所以从这样开始的 这个angel investment 所以从离开 也不算离开 就是转换角色 我知道你在北欧 还有一些北欧树商 还有一些角色 但是到了天使投资以后 我没听过 我听过你蛮多有趣的故事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说做天使投资 一些好玩的 然后跟这个有挑战的地方 或是意想不到的事情 对啊 我知道IC也有做angel 然后Cady也有参与 就这个都知道angel 听起来很好听 对 但实际上 你知道就是当你 比如说你投了一个某一个公司 后来倒闭了以后 那种感觉 我常常在珠江上面走来走去 比如说你投了一家公司 然后他挂了 挂了以后呢 你就在江边 就在桥上想 没有要跳下去了 但你在桥上想 你就想说 人跑的干嘛在珠江上走 对 就想说 看风景 悲惨事件 你看多了 你就会很想 想想这个画面 你就想说 四年前的某一个晚上 你是为什么 做了这么一个 stupid decision 你为什么投了这家公司 那 更悲惨的是什么呢 当下只有你一个人 就是 你这个投资 打水漂以后 你还没有任何人 见证了你的整件事情 所以你就是 你哭也不知道跟谁哭 因为那件事情 只有你参与 然后今天他就没有了 所以一切好像就只在 你的世界里面发生 因为Angel 通常比较贵人比较小 通常一两个人 所以 然后你就会觉得 哇 好痛苦 那当然成功的时候 那个果实也是非常的 非常的美妙 所以我非常能够体会说 哇 当一个 你投了六七年公司 他成功以后 你那种真的觉得 看了他一路的苦 然后你那个 很想跟他分享 因为真的很寂寞 这个过程 那广州雷宇 不算是一个 很知名 就在北方系来说 不太知名 但我们也投了一些 好的案子 那我后来复盘一些 这种投资的案子 就有些好的案子 真的是很偶然 比如说我们投的最好 叫莱化 莱化是一个做 有点像那个 Canva这样的公司 做web editing 做动画 这个 的公司 现在发展的蛮不错的 但其实我们当时 投资是 就是三个小时的聊天 然后就确定了 一个过程 就很多评估很久的 结果都死掉了 那这个 莱化是一个 很短时间 当然这个 对人有一种感觉 所以为什么说 天使偷人 其实就是一个 当下的那种feel 所以有的时候 天使我觉得 更像是一个 一种信仰 我一直很想要找到 很特别的人 然后想要看到 他们美妙的故事 角色不一样 我是用钱 参与他们的创业 所以这个 就后来变成一种 心态上 要做一些调整 有的时候 真的想跳河 但是慢慢过了 这个建三 不是三的阶段 就发现说 其实我们是一个 在一个创新经济里面 作为一个推手 所以那些恶心的话 现在我也比较能讲 因为真的是那样子 这样的一个感受 也有些很好玩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也 像之前有一个 这个案子 他是 他是一个二次创业者 然后他想要去做 这个情趣娃娃 你知道就中国现在 中山 什么是情趣娃娃 你不知道 了解 充气娃娃 充气娃娃 对比较大支的 那你知道 中国做很多事情 都做到世界第一 那他做到这种 非常真 然后 然后就是 而且是各种人物都有 然后有声音 有什么 那这个人他就觉得说 中山既然是他的老家 这个大本营 他要做一个 基于这个供应链 做一个 充气娃娃的 这个 e-commerce 然后我记得 他跟我聊在一个 热闹商业区的咖啡馆 就 他打开网线 跟我介绍的时候 我就发现旁边的人 应该开始看我们 因为感觉到 好像两个大叔 坐在咖啡馆里面 看这些 这个porno的东西 那后来就很不好意思 就我们两个就 移到侧边的位置去看 但是那些人 还继续在看我们 所以我说做天使 其实会碰到很多 有趣的case 还有上次有一个 做什么共享卫生纸的 那我们也是 因为那个星巴克人 人比较急 共享卫生纸 是什么东西 你用还在换下一个 就是广告模式 就这种假基鞋 假基鞋自楼 那些卫生纸 他就要贬费 给他们供应 然后上面打广告就对 比如说有什么 什么boss直聘的广告 在上面 然后 他就讲 雨伞出租 靠广告一样的概念 对 但是是卫生纸 就什么怪里怪 其实都有 那创始人非常热情 讲了口沫横飞的 那我一听 是知道不靠谱 那你还是要听完 但是就在星巴克里面 就很多人就在听着 他讲这个卫生纸的事情 就很多这些有趣的 有趣的东西 就做天使投资 可以认识到世界的 真的是五花八门 你去过最远的 或最奇怪的地方的 看案子的经验是什么 看案子 有一次我是跟着创 跟着创始人去 其实那次是一次不好的经验 其实那是一个台湾的创始人 然后他要来融资 但我陪着他去 所以一般会听他讲案子 一方面看看还有另外一个投资 看看虚实 就觉得那投资人 你看他第一眼就怪怪的 然后他就开始坐下来 就开始抽烟 然后递烟过来 我不知道美国有没有这种情况 至少我后来问说 没有我地学家而已 地学家 对就是投资人一开始 就先坐下来抽烟 然后他第一句话就是说 这个就既然来了 就是自己人 就什么话 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 然后就 台湾人吗 投资人 投资人是 就是好像是一个浙江人 还哪里人 我忘记了 反正就是那种 我不知道你们 反正像武侠小说里面 你有所谓八大门派 那八大门派 我们就把它比喻成什么 红杉IDG这种 就叫八大派 但还有很多那些小派 什么铁沙掌 什么东西的 就很多的 那个投资人就是属于那种 比如说什么山东铁拳 什么云南 就是邪门歪道 这种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钱 那台湾这个创业者 他就搞不清楚 那他是一个 这个知名的 焦大天使基金 投资的一个公司 我带他来 来China做融资 然后他约了好久 约到了投资人 结果 医疗就知道是一个 不是正派人 所以 我这个例子可能 不是我自己去谈的 但是反正我就讲说 其实 也有很多这些 很奇怪的 投资 不只是这个创业者 忽悠投资人 也有投资人 忽悠创业者的 没错 所以我后来有跟他 表示说这个创业者 他其实 他是技术背景 他搞不清楚这个 所以 我就常后来 在劝人家说 如果你的项目 你是一个 可以去名门正派的 你就努力去名门正派 你不要因为 好像有钱 你可以拿 你就去一些邪门歪道 这后面都会比较不好 如果你真的没办法 那就算了 但是如果你是 可以进你名门正派的 好好努力一下 透过人去介绍 还是可以找到好的研究 所以回到 这个后来就是说 其实做投资 做VC 大家还是 他其实是一个 他是一个 有Gross Hacking 这样一个特色 然后资本推动的 一个事业 那不是每个人 都能成功 但是既然要走 就走阳关大道 去往好的路线去走 这个是Angel Investment 的核心奥义 那 对就稍微扯远 所以广东雷宇算是 你算是单GP吗 还是说 你就是单一个LOP 还是说 就是一个Venture Partner 但我是GP 对 就可能是两个GP 所以你有参与募资吗 就是在这个 基金募资的角度 跟你过去创业 你过去北欧橱窗 也不算有正式募资吗 所以这个募资信念队 来说 是不是也是蛮特别 有啊 有啊 就有参与GP的募资 然后就 我还记得 心得如何 没有 因为我的合伙人 是一个 这个非常 长袖善武的人 那这个 其实我觉得 也蛮重要的 因为做GP 还是很会 很会说故事 那他 他过去当然有经验 我记得 我第一次做的 这个募资说明书 他像小学生一样 给我改 就是说这个故事 要怎么讲 什么什么 就 我觉得 然后因为后来 也跟着 雷宇基金 去做很多的 presentation 包括对政府 当然对LP也有了 那 过程确实是 蛮 蛮艰辛的 对我来讲 就是如何把一个故事 讲得 很 很合理 我最早是觉得 有点太 太花俏了 但是久了以后 我后来慢慢 就累积出一个 讲事情的逻辑 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 就是你如何 如何 比如说像赛道 这件事情 大家其实 LP很需要赛道 不然他会很迷茫 但GP知道说 这个赛道 有的时候是假的 我们还是看本质 对 比如说像消费升级 消费升级 其实根本就是 一直都在升级 但是LP需要这个 所以有一些语言 有一些这个是必要 这种信仰吧 没错 对 所以当GP 其实压力真的很大 我们不是只有 人与资本 我们还接触很多 因为我们 这个广州的围头 其实背后有很多的股东 像什么梅花的吴世春 什么 老运基金的刘晓英 什么创业工厂的麦刚 什么都是我们的partner 所以经常也听他们分享 所以就也算是 深度的参与了 这种中国天使投资的 的这些点滴 那主要是在南方 北方有北方系的 什么徐晓平 开步老师这些 那我们南方大概就是 就这些机构 是 然后刚刚IC在介绍 Jack的时候 有提到说 其实你做了很多商业 孵化 就是Venture Builder 是不是可以帮我们 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Venture Builder 因为我觉得 这个名词 其实在美国 好像是比较少见 对就刚才聊到这个天使投资就适合大国嘛 美国跟这个中国 那后来北欧那边 刚才不是讲瑞典有些公司后来并购了上市 然后我的前老板 后来在挪威做了一个很有名的加速器 这个加速器后来被美国的VC投资了 然后我就一直在想 除了中美这种Angel Investment的这个状态 比较小的国家 特别是像欧洲 英国啊 德国啊 这个北欧啊 还有或说台湾 以色列 这些地方它的新创怎么发展 因为我 中国参与了这个雷宇的GP嘛 那美国我有 我有跟着一千Angel做投资 用Dream Pub 那台湾因为我后来有接手 我父亲的顾问公司 月智 所以我就也在台湾做了早期投资 台湾我现在投了六个案子 最大大概到1 million USD 然后 我就一直在想 这个早期投资这件事情 怎么再像台湾 或者是一些其他地方发展 我就去研究 那当时比较有名的 有几个 就有一个叫Venture Building的概念 比如说像纽约的Bella Works 那后来伦敦也有很多这个叫VB 然后德国的 德国有一些像 像那个Rock Internet这种公司 就是它市场规模可能比较小 资本也没有这么多 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个垂直的领域 那更多的内部化 用一些自己ecosystem的力量 去 好像化零为整 所以我后来就在想 其实也许台湾比较适合 做Venture Building的模式 就是说资本可能也比较不够 离市场又远 所以某程度来说 是要大家去打群架 透过一个BD的setup 或者是有好几家公司集合在一起 也可以打包上市 然后但是大家赛道跟客户类似 所以用这种模式去建立一个新的投资形态 然后比较有经验的这些创业者 或者是高管 他们退休之后 也可以担任里头的运营 做mentor 不只是mentor mentor building 他其实是要参与运营的 所以这样的话 我可以把月制所累积的 很多好的顾问的能量 他们很多可能50岁 55岁就要寻找下一个 不为了赚钱而忙的事情了 所以他们也可以 因为这样子进来参与公司的 所谓可能从一到十的阶段 比较后段的发展阶段 刚好弥补一些创业者的不足 所以我最近就是一直在探索 这个mentor building的形态 是 所以您刚刚讲到说 它是比较属于后面发展的阶段 你就是说 这个公司已经度过0到1 它是要1到100的时候快速成长 那你就是说市场上蛮多PE公司 比如说私募基金 他们会做buyout 但这跟私募基金 他们做的东西其实不太一样 更像是说早期投资到 你如果协助他快速成长 然后可能再帮他bridge 其他的资源 可能打包上市打包出场 这样的概念吗 这个过程 在每个国家不太一样 像英国 英国其实我发现很多新创公司 就是整并一下 然后一起上市 那台湾当然之前也有一些类似的例子 那这个是属于靠着自己的力量 去融资发展 就等于自己去想办法去并购 然后不一定有PE PE大部分 就是尤其像台湾 这个PE其实是没有这么多想象力 其实China也是这样子 我们后面也许再讲一讲 就是说我觉得现在是一个 PE并购一个好时代 我觉得是一个序幕 以China来说 那台湾可能也会因为这样 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那我就聊到说 这个台湾的 如果有想要发展新创公司 那但是旧的经济又还没靠过来 那这个时候怎么做 我刚刚讲说 有这么一个PE 当然会是一个很好的可能性 就像日本的这个软银 其实它扮演了很多 把这些摩擦力冲破的角色 不管是早期投资到 或者后面的这个整病 那这个中国的高领资本 它是做更大盘的这些东西 就是这个我们后面稍微再聊了 就是说在一个现在深水区 就是结构变化下面 需要PE去做更多的事情 那台湾可能是 现在是面临说 旧经济的势力还在 但他们可能想试水新经济 但是试的不深 那新经济这里呢 有点像在表面放鞭炮 它可能从一些电商啊 什么这些领域开始切 但是你切到更深的东西呢 就会卡住 所以现在我觉得是 是这么一个阶段 那VC呢 就也不能老头一些 长不大的公司嘛 那往海外走 因为我刚刚讲这个文化跟BD的问题 所以 所以我觉得 现在像北欧 北欧就是他们的创业者 在寻找题目上面 我觉得是比较sharp 那我有时候会在想 台湾的这些公司 我自己的经验 像以色列公司可能 他们可以创业者的能力 可以做到B轮 那B轮 同时它可以赚钱 我就观察很多 以色列的公司 它是在B轮的 那个交叉口 等你 我在一直想一个 更sexy的语言来形容 就是他们很有商业头脑 所以 它可以卡住一个 你必经之路 它在那边等你 但是没等到你之前呢 它也不会没赚钱 然后等你 你就把它买走 这是以色列的mindset 那台湾的新装公司 我都观察是 我在A轮 也没有等你 它在A轮的路上 它走不到B轮 然后没有办法被买走 但是成长到下一步 又会有问题 这是我观察很多公司的 一个情况 所以我后来就是 有在尝试一个 A轮公司买卖的 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们加速器今年 去年有7个公司 今年应该有8到9个 然后我们在帮其中的三家 在做所谓的A轮的融资 加上并购的事情 所以在做这方面的尝试 这个真的很重要 像刚刚Jack讲 真的在台湾 很多人就是 人家说其实你从中子到 就天使中子 然后到A轮 其实相对是比较顺畅 反而最有问题的是 通常创业三年 然后A到B这个阶段 这是不是只有台湾 就是说你在北欧 也看了蛮多的新创 然后你刚才提到 像台湾北欧 或是以色列的一些差异 那你这几年 也因为疫情 或是加龄的因素 在台湾稍微 带了比较多时间 要不然多说一说 你觉得对于台湾创业者来说 那你刚才说 像北欧或以色列 他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 你觉得那是一个环境 就是说他们难道不会 遇到这种新旧经济体的问题 还是他们已经经过 比较长的时间 就是你有聊过 关于他们这方面的经验 或是观察吗 有有 其实北欧跟台湾 有些地方真的蛮像的 我这个 这个坎蛮好玩的 我大概都用一亿 就是如果你自己 在一个市场发展 台湾如果能够做到 营收破亿 就是说 但是算是成功创业者 营收 那我之前算是有破亿的 就是Sky跟加北欧有破亿 那瑞典 跟中国大陆 大概也都是一亿 就是我这样发展 那瑞典克郎跟这个人民币 币值差不多 美国可能也是一亿 日本当然就不是一亿 日本可能是这个百亿日元 类似像这样 那十亿日元 那十亿日元百亿日元 那所以北欧的公司 大概如果没有VC去backup 大概也会卡在这个range 所以像我刚才讲 这个我代理的 以前有代理一个品牌 叫单身戒 这个就单身的人戴了戒指 那个founder 真的是一个超级创业者 后来他单身戒没做成 下一个他做什么呢 他先做一个 专门填充的Nespresso的胶囊 你知道他去hack这个东西 他就在瑞典卖那个 你就用自己的咖啡粉 然后他就装了一个 可以重复使用的胶囊 在很早很早 他就做这个事情 然后后来他又 他又创了一个耳机品牌 就是他的这个整个过程 大概就是说 一个北欧品牌 做到可能一亿克狼的上下 就是一个大门槛 所以同样的 他们也是A轮绒以后 会出现问题 会卡住 那比较厉害的 他就早早去 更大的市场发展 小一点的去伦敦发展 稍微大一点的 就直接到美国去发展 那其他在local的创业者 也是遇到一样的事情 对所以 北欧最近几个这个VC 也是大概这几年 才找到一个自己的路线 所以我觉得观察他们是有很多的insight 那台湾其实非常active 这件事情很好玩 就是说台湾对于 每个人对于台湾的转型 好像都有那种使命感 从媒体到那个商业领袖 大家都来数位转型 你知道就 所以其实会有一种厌群效应 就是说大家现在全部往这边走 大家往这边走 那这个当然有好有坏了 好处就是说这个观念推展很快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很多本质的问题没有解决 像北欧事实上 它也是等于是 我觉得它后来路线 应该是跟美国走得更近 就是说在奥斯陆或斯德哥恩国 所孵化出来的项目 因为其实北欧人对于世界发生什么事情 很清楚 他们从小看了电视节目 都知道美国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以前接触他们新创 我就觉得说 哇你们每一个题目都好特别 都没有那种 他都知道说美国什么东西 可能比较没有在做 但是他那个东西也许太Niche 但是他都知道人家有做 他不要做 所以这个差异化的心态非常强 所以会长出很多不同的物种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 这个是很好的 那现在这个美国的基金也知道说 原来这个斯德哥恩国 原来奥斯陆都是一个 孵化新创很好的地方 所以他们基金现在也去那边找标的 比较早的让这些公司能够贯注到 到美国市场去 所以这个是欧洲 欧洲在经历的事情 那台湾我刚讲 因为有这个燕群效应 所以有的时候 创业者也许他会 他会比较 好像去做一些 看起来比较政治正确 或是主流的题目 但是我是觉得可能更好的 Founder从投资的角度 也许是一些见过世面的 也许是二代创业者 然后他知道说 这个中国美国 或是说这个世界的 这个创业版图大概是怎么样的 那哪些东西 别的地方比较长不出来 我们这里才长得出来 比如说GoGoro 可能就是在台湾长就很合适 因为它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竞争市场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思维之后 他利用这个地方的资源来创业 那这样子也许 透过一些Venture Building 透过一些 甚至有一些产业资本 能够因为这样去include进来 这样的一个思路 可能会比较适合台湾 就我目前的观察是这样子 所以你觉得 在小市场 就是长出这个差异化 很重要 然后再用 这边的成功经验 在复制到别的市场 我关于这个复制的部分 我觉得另外一个很特别的问题会是 那像北欧或是以色列 他们进入美国市场的时候 难道不会遇到这种市场 冲击的问题 就是说对于当地不熟悉 那他们怎么化解这样的问题 我这两年在帮台湾的新船 我自己在成为台湾的公司的员工 在美国开拓是 就格外觉得进入市场都需要时间 那难道他们没有这个问题 或者他们其实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你观察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现象 文化上还是比较合啦 当然你如果去看那些瑞典公司 他进美国 如果你看他们内部的这些故事 还是很多冲突 就美国人也看他们不爽 看他们不爽 但是in general 我觉得这种Western world 西方世界的那个亲近感 还是比较近 台湾在走创新的路上 我觉得跟日本碰到的状况比较像 就是他有一个内 有一个这种所谓家族式的 的一个DNA 然后有一定的财阀性跟保守性 那当然这种 Chinese ABC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切点 因为在美国 大家都算是读书读得很不错 然后其实是一个 有good reputation的一个族群 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身份 等于台湾跟这种 ABC 1.0 2.0的这种结合合作 我觉得这一点可能 比日本走的前面一点 日本的这个 日本型的ABC时间好像稍微晚一点 但这个趋势现在也在发展 所以这个我觉得有些是天生的问题 比较难以去解决了 那但是这个机会也存在这里 另外一个就是 解决就是时间的问题 对 但另外一个机会就是跟 跟China的这个连结 比如说以知识付费来说 我个人观点 因为你知道中文世界 其实要转换很容易 那这个做知识付费 不管你是做这个商业的探讨 就是说反解之间的转换 是不是 对 所以你看为什么 台湾很多人看什么老高啊 什么 然后读到逻辑思维 就是这个好 甚至奇葩说这种 脱口秀 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市场 因为这个笑点大概差不多 那所以就是说 如果你以台湾的这个 华文市场做这件事情 你市场就很小 因为China那个 比如说马来西亚华人 一定看中国的东西 他不看你的 那所以 所以就要去想说 我们有什么内容 可以做得很好 比如说念佛经的 身心灵的 这件事情就很像 GoGoro在台湾 应该在这边把它做大 因为有很多老师 然后你可以去供这个全球大概一亿的 比较open minded 这种overseas Chinese 那这种 这种要做知识付费 就要做这种 你不应该去做商业 去做甚至教育 你会做数学 那个怎么可能像 像那些圆福岛 这些公司做得好 这个已经都看到 台湾人在买 买China的这些产品 所以像这样 就是一个理解说 我们的特色 我们的位置在哪里 然后niche在哪里 所以类似的道理 比如说文化上面 这个电影 跟这个文创 还有生物医疗 甚至元宇宙这件事情 台湾的机会在哪 都要用这种角度去思考 如何跟美国的结合 然后有overseas Chinese 做backup 然后台湾的一些 本土的力量 跟所谓的厌群性 做你的支撑 那这样子去打 就是胜算就会比较大 真的耶 我觉得Jack 你的观察非常到位 其实这也是 我觉得台湾之前 一直想不透的地方 就是想到自己 可能去做华文 或是认为是说 我可以从台湾的市场 发展到中国市场 但其实你 没有办法做得比本地人 中国本地人做得更好 所以这样的话 其实在创投 或者是他们在 看你的这个产业的时候 他也会觉得说 那你的优势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你 其实很精准的 点出了我们之前的 一些盲点和困境 嗯 嗯 呀 然后我觉得 像Gate刚才提到 可能特过这个海外的 不管第一代 或第二代的台湾人 或一点五代 那种小留学生 其实我觉得 也是我们目前 正在努力的方向 把这些不同世代的台湾人 不同的经济的背景 和创业的投资 就业的历程 形成一个 知识和资讯的连结 那其实 就像我们另外也访问过 像新人资本 Tina 他的合伙人 Matt 其实他就是一个这种 也是在海外生长的 回到台湾 然后在亚洲 美国都有一定投资成绩的 这样的一个创投 那我觉得就是 善用自己的优势 那我觉得台湾在海外连结 跟应该说我们曾经很了解 美国 很了解日本 那我们也特过过去二三十年 很了解一部分的中国 那我觉得这个就不再只是 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市场 而是当成一个我们的基底 来去发挥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同的 就是你不是面向中国 是背靠中国 然后去投射到其他地方 这可能是一种新的 我觉得新的观点 也蛮值得我们可以去思考的 讲一个比较华丽的词语 因为刚才这样聊 我稍微总结了一下 我们应该要有的 应该要有的知识是什么 中国大家会讲知识 知识就是说呢 以美国为师 然后以这个中国为底 然后底就底气的意思 然后呢 以台湾为本 本是你的这个 这个可以控制的东西 然后呢 以这个欧洲 欧洲叫什么 我这个字没想好 就是说你学习欧洲的这个路径 看他们怎么小国去发展 然后呢 以日本为友 日本当年朋友 难兄难弟 用这样来思考说 我们作为一个台湾人 不管新创或投资 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世界的市场 我的总结还是这样 哇太棒了 真的 以美国为师 中国为本 欸台湾为本 中国为敌 也许 也许 发生被我 被我曲解 也许更新一下 美国不一定为师啦 美国为梦好了 以美国为梦 对啊 美国为梦 欧洲为师可能还有一点 欧洲为师 对欧洲为师 是是是 棒棒棒 你看我这样很会造词的 我就 很会 真的很会 对 不会是那个 很成功的创业者 然后还有创投家 对啊 来中国学的 就是这个概念 一定要把它 厘清楚 对啊 能够把它 变成一个 能够说得出来的故事 这样子 是 没错 好 所以我们今天 非常谢谢Jack 在过去 从 从北欧 出窗 在 这样子的一个创业的经历 然后走到中国 然后变成这个天使投资的合伙人 然后又孵化了很多新创产业 所以我们从Jack身上我们真的学习很多 也谢谢给你 给我们很多新的insight 嗯 对啊 我很高兴 我的老同学 能够有机会在空中相遇 那其实我们 从他到中国 工作跟创业之后 其实我们跟以前 还能够在台湾打球的时间相比 就真的是非常少见面 但是能够透过 Podcast 能够在这个跨海录音 我觉得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经验 也非常谢谢Jack今天带给我们的分享 最后我很希望赶快去西谷 跟你们相会 太好了 欢迎欢迎 对啊 应该 我觉得今年应该有机会了 嗯 对啊 美国一直都没有风 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所以随时欢迎你 哈哈哈哈 欢迎来中国 欢迎来中国 享受一下 没问题 被关的感觉 干净的马路跟街道 干净的马路 好谢谢 谢谢Jack 谢谢 谢谢Jack 好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想要讨论 都欢迎到 矽谷为什么的 Facebook粉丝页 还有社团留言哦 也请大家多多按赞 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我们在Apple Podcast Spotify Google Podcast 和QuickPost 也都上线了 你也可以在这些平台 找到西谷为什么 再次感谢国发会 Stop Island 台湾 和苏惠世代MIT双海小鸡的 独家赞助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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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